LEO 了世紀 天天天的五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條斗人對上寶寨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介紹一下藍方的文明 是選擇了條斗人 那條斗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單位 還有騎兵單位的近戰防禦特別的高 那城堡時代開始 就會增加一點的防禦 利用時代則是增加兩點 那條斗人的後期雖然防禦力很高 但是他的遠程防禦並沒有增加 所以他就是跟一般遊俠的遠防一樣 所以他還是比較害怕劍死的部分 但條斗人他有個缺點 因為他沒有這個耕種技術 所以他的騎兵單位好數會稍微慢了一點 那因為有這個關係呢 所以他有這個天生團隊加成 有抗招降能力 非常強大 那他的農田也是很便宜的 所以條斗人其實算是 我個人認為是蠻強的一個文明 只要搭配的好 可以彌補這個沒有跑速的問題 好 接下來看一下保佳利亞人 那保佳利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兵工廠科技呢 這個肉量是半價的 非常省肉的 功能切之道所以也是 所以他可以利用這個特性呢 多打點強軍事 讓對方跟自己去 復典科技 然後拖到對方的經濟會比較好一點 保佳利亞人呢 還有這個銀壘建築物 銀壘建築物呢 跟城堡的殺傷力差不多 而且招降是城堡的一半 血量也是城堡的一半 保佳利亞人呢 會比較適合利用這個銀壘堆的方式 加上自己的騎兵單位啊 還有自己的步兵 攻兵都可以 但是保佳利亞人的攻兵喔 步攻是不能升級的喔 但馬攻可以用 這一點可以需要記一下 保佳利亞人呢 他的馬凳技術喔 也是讓這個遊戲裡面的 騎兵單位喔 攻擊速度最快的一個能力喔 那這個也是他的銀罐能力喔 可以去用一下的東西 這個馬凳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讓他大洛馬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喔 都是可以燒這個效果 還有保佳利亞騎兵 都可以 好 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最近喉嚨 一直在罰眼喔 有點傷得有點嚴重 已經盡量不講話了 但是今天睡起來 發現喉嚨還是腫的 真的覺得喉嚨受傷要好 真的是蠻困難的 好 那回到比賽中 目前看到兩邊都已經放下自己的軍銀 很有可能兩邊都是要來打這個 馬舅開局喔 好 左邊這邊 待會要再補一個採礦地 這邊這樣的打法很有可能 他是要來按棒棒嗎 怎麼會挖金礦呢 啊 這是打棒棒 那為什麼 為什麼挖10個黃金是要挖金礦 這是以前的配置啦 很久以前了 大概一兩年前了 就是挖一個石金 然後出3棒棒出去開稿 呃 這個3棒棒也有可能就不升級了 然後就是看情況轉 轉這個裝甲步兵 如果對方是馬舅開局的話 他就可以去挖金礦升裝甲 如果是弓兵開的話 他就不升 大概是這個套路了 我記得這個配置的套路是這樣子 靠北亞 忘記了 保夾利亞人是免費升 裝甲步兵的 我剛剛想說奇怪 他不是保夾利亞嗎 好像會自動升級 對 OK 這就證明了 我沒有看這場比賽 哎呀 保夾利亞人 會自動升級這個 民兵系啊 然後他到了 地龍時代 可以點下這個金冠 有這個協議科技 可以讓他的民兵系呢 增加近戰防禦力 5點防禦力 好像最高可以到 8防還9防吧 超坦的 比這個條段還要坦 所以這場對決 其實蠻有趣的 兩兵都是近戰防禦 特高的步兵單位 但是保夾利亞是攻速比較快的騎兵單位 這就不太一樣了 好 這邊用弓兵 修掉了一隻裝甲步兵 稍微溜了一下 左邊發了一個兵工場 好 這裡趕快修一下木槍 這個木槍傷害打得有點快哦 後方三隻刺頭 要小心一點 好 繼續打對方的工兵 中夾步兵 貼著工兵走 想射死 對方的刺頭 當然射不掉 自己的刺頭反而送掉了 吃下兩隻工兵繼續追逐 但是剩下毛病 可以解決掉剩下的工兵 那條段這邊 家裡還在囤工兵哦 支援量海部足以 可以升到 城堡石袋 這邊可能要再補一下房子 哇 來不及補 好 直接拉出工兵 用村民當坦克 好 殘險的村民 去到後方 撒農體也可以啊 哇 他這個圍不太好 他要這樣子圍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直接圍過來 真的是小圍到一個極致啊 好 保加利亞這邊只剩下毛病在那邊爐爐小小 這裡被迫按兩隻刺頭數來解一下 但是保加利亞人這邊的經濟已經快要點到城堡石袋了 而且家裡的部分都已經圍好了 好 三隻刺我 繼續打這個木牆 應該沒有辦法可以成功破口 欸 這個不繼續打嗎 這個只翹了一點的 好 沒有關係 這邊工兵盡可能的再高打低 那還好保加利亞工兵這裡有點硬房 所以他可以稍微抵擋住這邊工兵的騷擾 好 保加利亞這邊點一下了城堡石袋 繼續把這裡的房子給補滿 好 一升到城堡石袋的保加利亞直接雙馬就嗎 還是單馬就呢 看一下 哎呀 單馬就 單馬就出騎士 那這個量第一波的時間可能會有點 打不到太多東西 殺傷率會被下降很多 但是這邊可以提到點二房 原來騎士數量不多 二房可以提早下 這也是保加利亞比較厲害的地方 肉類 減免很多 二房可以輕鬆點 那這邊就可以考慮了 要不要去 趕快直接開3TC出來開弄 好 二級木也點了 騎士三隻先過來 這裡先補房子 先把這邊也補一下 這個打法很像我以前 以前的打法 就是木牆旁邊你就會補一堆房子 那這樣做的優勇也是 讓對方沒有辦法入侵進來 雖然自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撒很多農田 而且也不會有斷人口的可能性 但缺點就是 你蓋了太多房子 會造成你的 肉類獲取 會比對方慢了一點點 那我是覺得 防禦優於 開弄 如果你是真的要開弄階段的話 你要守得住比較重要 所以 這裡有好有壞 但感覺現在 更適合這種打法 先守住 然後 再撒牛田 這個方法可能更適合團戰 好 這裡有五隻騎士 倒六隻 好 兩邊都是六隻騎士 好 兩邊直接騎士對打起來 目前是條盾十隻騎士 對上寶加利亞九隻騎士 兩邊後面都有一隻僧侶 但不同的地方是後面的毛病比較多 毛病第一時間可以去打老頭 老頭第一時間被擊火 直接倒地 後方的寶加利亞騎兵正在互打 但是條盾拿到了高地優勢 直接把寶加利亞騎兵給避了回去 但是條盾騎士這邊還有十隻 寶加利亞只剩下五隻而已喔 哇 這是種悲幻的 這悲幻的有點慘 好 那這一波大戰是由寶加利亞這邊 輸掉了這場 第一波的衝突 那條盾這邊則是3TC開始運轉起來 這也是他的優勢所在 因為農田很便宜的關係 可能可以在早期撒上大片農田 然後開始專心前線作戰 那這個是寶加利亞比較弱勢的地方 農田有點貴 就是正常的60木頭 寶加利亞 條盾好像一片農田不到50木的樣子 40幾木 OK 這邊收村 收掉了就是這隻刺猴 好 寶加利亞這邊偷偷點了一攻 開始把傷害也點了上去 好 然後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哇 他這個反應很好 知道自己第一場 打輸了喔 騎士爭霸打輸之後轉出長槍兵 好 確實是個明智之舉 不然待會騎士數量也有可能會是繼續落後的 好 點下了二攻 這樣連長槍兵也可以吃到二攻的紅利 騎士也能吃得到 好 這邊稍微吵招一下 兩邊要很大互打囉 這邊騎士拉回高地 這邊是一個很好的反擊點 因為三旅不能再退了 好 這邊直接招到了幾隻寶加利亞騎兵 好 那兩邊數量互打 後面的僧侶第一時間被衝擊到 寶加利亞這一波硬上好像又要打輸 因為人家是有高地優勢了 那這邊撤退之前 一定要先把後面的僧侶給解決掉 這邊騎士兩邊互打 後面的寶加利亞騎兵 騎士有點扛不太住 這邊只能後撤 這隻騎士整個在後面去 把所有的僧侶給幹掉 OK 搞定 OK 正面補下了更多軍銀 補下了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正面硬扛 哎呦 居然扛住了 這波寶加利亞扛得還不錯 好 再前線補了一棟城堡 這時候要補這棟城堡其實有點冒險 平安寶加利亞這邊的正面軍力喔 其實有點難打得贏這個騎士 可能要再更多槍兵的部分喔 才可以再出去喔 這邊要稍微續一下 OK 這邊補下了步兵的二防 還有撫回技術 但是條頓這個第一時間也是想要來蓋城堡 兩邊都是想要先蓋堡 好 但是這邊重裝長槍兵直接上前一戳 好 這邊看到村民過來 好 這裡也補下一棟城堡 條頓發現自己正面打不太贏 直接拉走 不然要損失自己說的形式 跟這邊重裝長槍兵互打 這艘條頓來了一隻馬弓 不知道是不是按錯 哇 這個重裝長槍兵好煩 直接淹到了條頓人的家裡 保佳麗亞這邊農田還不太夠多 但是黃金有點爆 現在保佳麗亞已經完全放棄打騎士了 選打重裝長槍兵 哇 這邊直接一個連環堡 身差 條頓 太深入了吧 這個地方 要不要再更深一點 插這個地方 3TC全部吃下來 呵呵 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上第四角 好兵不知道這邊可以插 好 條頓這裡補下更多的軍營 這邊是要轉鑽腳步兵嗎 也是要轉 槍兵呢 那轉槍兵的話 條頓會有優勢喔 步兵防護力特高嘛 哎呦 直上級兵 果然 也是上個槍兵路線 那條頓這邊蠻特別的喔 啊 不是公兵國 卻已經點了二級射還有彈道學 呃 城堡的設得非常精準 好 這裡出了一台沖車 可能是想來頂掉左邊這一塊的區域的建築物喔 這裡建築都可以稍微頂一下 保在莉亞這邊升級了帝王十代 待會可能要去搞定一下 後期的打法 後期的話保在莉亞這邊轉馬功會比較好 不過這方已經轉出疾病的情況了 那個近戰防護力特別高啦 繼續用正面部隊跟他硬打不太划算喔 即使自己有血液雙手建兵喔 去跟對方互打 容易會換索 因為條盾這邊還有火槍這個單位可以用 綜合評估 條盾人這邊打 火槍 然後配遊俠 會還有加級兵的路線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看到寶達莉亞這邊轉馬功的話 自己就要轉一些戰矛出來 去印堂 所以加速一下下 這邊騎士稍微到後方騷擾 但能打到的東西兵不多 目前條盾4巨頭開拆 這棟城堡應該是守不住 這邊優先點下增兵技術 一點下去之後開始爆兵就很快了 哇一台巨頭出來只能撤退了 前方城堡可能會被拆光 欸唷 這個差點打到欸 他又是沒有收起來就完了 OK寶達莉亞這邊確實轉出了馬功 然後這邊補下了肉馬的升級 三級弓彈道學 依序補下 呃 待會這邊要存個900肉 要點重裝馬功喔 OK先補了一個三級馬卡 條盾這邊則是轉出了條盾騎士 條盾騎士走得出來 我發現現在條盾騎士是不是走得比較快一點 我記得以前走得更慢一點 他現在有0.88 我記得跟村民好像是差不多的 沒有他連村民都追不到 好 好 寶達莉亞拉了一些馬功道的後方 偷射射後方的村民 正面部分則是用了一台巨頭司機 加上大量的擊兵部隊 想要來突圍 但是有這個 條盾騎士在的關係 哇靠好痛 馬功瞬間被解決掉 但是後方這些的擊兵跟馬功 似乎沒有察覺到 已經被射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了 好現在寶達莉亞要頂住正面的壓力 這邊馬功出身點有點尷尬 一直會經過條盾城堡 不應該再用這些射箭場 去產出自己的兵力了 好這邊擊兵上前硬戳 戳掉了一台巨頭司機 現在有三攻三防 後方的馬功繼續騷擾 塗掉了大片的村民 這時候條盾還覺得自己這邊要十拿九穩了 哇但是村民術卻沒有落後太多 條盾這邊108吋對上122吋 好這邊 重裝長槍兵 擊兵過來寫下 哇這些馬功還在騷擾 真的沒有發現耶 加利已經BBQ了這個事實 好那目前寶達莉亞正面很勉強的稍微扛下來 真的是很勉強 好後面可能要補一些 射箭場之類的 好這邊就去開射 哇靠 條盾這邊村民術補到100吋 奮多了幾兵走過來 好這邊 這邊條盾的其實還是有點扛啊 哈哈 好用森林招一下 但是條盾看招翔 招很久才招到 好這邊條盾人終於升好了重裝騎士 但是終於意識到家裡BBQ的問題 死傷慘重 後面的魔防直接被戳掉了 好但條盾不甘失落 直接拉了一堆騎士到了後方 想要來痛擊寶達莉亞後方的經濟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的階段 哇但寶達莉亞這邊也是被塗到了一些村民 還好有吉兵過來 待會可能要再灑更多農田 對 可以趕快灑 那寶達莉亞現在沒有能力喔 可以解決這一棟城堡 因為他已經沒有城堡 可以蓋這個巨型投石機了 他要把他在這邊補一個喔 補一棟城堡 這邊或這邊 然後去採這個巨型投石機出來偷拆 不然就是要直接升級大沖車了 寶達莉亞大沖車也是很便宜喔 只要500肉就可以升級好 所以這也是他的 考慮的選擇範圍之內 好下方補了一棟城堡 左邊的部分 條頓不知道有沒有再把繼續農田農出來呢 好看起來有 但農量不多 好右邊這邊想要的蓋堡 條頓這一棟堡能蓋起來嗎 這棟堡蓋起來的話可以鎖住金礦跟石頭 但看起來是守不住了 哇 但條頓這邊還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寶達莉亞這邊也是很努力的想要把這一邊的 礦局給守下 這邊直接用重裝馬弓去扛 騎士騎士有點傷 但是這邊要做的事情是爭取時間 好 終於蓋好 好 好 喬頓這邊的兵力也所剩無幾了 現在在專心把自己的農力給農起來 然後這邊產下來巨型頭司機 又要來繼續攻城 好 那寶達莉亞這邊投資這棟城堡 是他為最後的唯一的攻城希望 Judtil 這時候條頭人在後方補下了更多的射箭場 左邊有個洞 右邊如果有進去 右側這棟城堡有點危險 這個好像有點偏低處喔 還不是最高的樣子 這邊有大量級兵直接上前一戳 但是兩個棟城堡的射程來到最高 8加5 13射程 這個城堡的射程喔 連火炮都可以射到 這一點又要調盾城堡 用火炮拆除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這邊三巨頭開拆 感覺有機會拿得下來 後方的馬功加上級兵還在持續騷擾橋盾的後方 橋盾這邊後方有點... 躺不太住 正面城堡爆了 保加利亞這邊從城堡爭奪戰贏了下來 接下來可以拿大量的兵直接上前印錯這些村民 兩個人突然交談起來 看不懂在說什麼 三台巨型偷死地 繼續硬攻 打掉了一台巨型偷死地 哇 保加利亞這邊挖到沒石頭了 修到沒石頭才對 但是對手已經打出了 GG 哇 保加利亞這一波後... 後面偷襲戰士喔 打得非常好 不然他這一波沒有進去 可能倒的人就是他了 條盾這邊三棟城堡 這個連續防守效果非常好 要拆除是...不太容易的 但他或防守有照到條盾經濟喔 讓他沒有辦法繼續產出更大的步驟 繼續往前壓 不然保加利亞正面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防禦設施喔 可以阻擋條盾人這邊進攻喔 這也是保加利亞後面這邊做得很好的處理喔 除了後面騷擾之外喔 正面第一時間把對方巨型偷死地給拆掉 讓對方攻城無力化喔 這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重點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保加利亞這邊拿下木頭的勝利 但是其他資源都是少輸條盾人的喔 兩邊經濟其實沒有差太多喔 都是有做到一個很好控制經濟的細節 那生物的部分是拿到了四個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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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нг